小老鼠很想知道榴莲是什么味道 小动物们都说好吃 但其实大家都没尝过 于是一场有趣的探索开始啦 好想吃榴莲 闻 图 刘旭公 小老鼠突然很想吃榴莲 可是它从来没吃过 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小老鼠跑去问狮子 狮子 狮子 你吃过榴莲吗 狮子想 榴莲是什么东西啊 听都没听过 可是它却告诉小老鼠 哦 榴莲啊 榴莲的味道就像西瓜一样 小老鼠跑去问山羊 山羊 山羊 你吃过榴莲吗 山羊想 榴莲是一种花吗 可以吃吗 没听过呢 可是它却告诉小老鼠 吃过榴莲吃起来和菠萝一样好吃 小老鼠跑去问河马 河马 河马 你吃过榴莲吗 河马 河马 河马想 河马 河马想 榴莲 好像在书上看过呢 可是 它却告诉小老鼠 当然吃过啊 榴莲吃起来就像翻石榴一样 好吃的不得了 河马 河马的嘴巴好大呀 声音也好大好大哦 哇 榴莲吃起来又像西瓜 又像菠萝 又像翻石榴 真是太神奇啦 好想吃榴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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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吃榴莲啊 小老鼠骑着自行车去哪里呀 小老鼠到市场买了一个榴莲回来 狮子 山羊 河马 河马看到了 他们也好想吃吃看 好想吃榴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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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吃好想吃啊 宝贝 南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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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 小动物们都迫不及待 好想吃榴莲 榴莲到底好不好吃呢 榴莲里冒出一股很浓的味道 大家叫着这是什么怪味道啊 全都被吓跑了 小老鼠离得最紧 来不及逃就昏倒了 当它醒来的时候 榴莲的味道已经变淡 闻起来 香香的 臭臭的 很特别 小动物们躲得远远的望着小老鼠 小老鼠想了很久 它鼓起勇气 挖起一小块榴莲 榴莲尝起来是什么味道的呢 宝贝你好不好奇榴莲是什么味道的啊 轻轻的 轻轻的咬了一口 咦 吃起来 很好吃啊 它开始一口接一口的 吃起来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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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哟 小动物们在远远的看着小老鼠吃榴莲 大家心里想 好想吃榴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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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冲过去 快乐的 吃着榴莲 小老鼠想 原来 这就是榴莲的味道呀 甜蜜蜜的 小动物们 都吃起榴莲来啦 动物们 尝过榴莲之后 每个人都买了 属于自己的榴莲哦 看来 小动物们 都很喜欢吃榴莲 宝贝 你想不想尝一个呢 今天的故事 讲完了 小老鼠 去问了 每几个朋友 他们 是怎么回答的 每天 我会给你们带来 精心挑选的故事 不想错过 更多 有趣故事 可以 订阅我哦 saja 你就一定能够 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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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